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服务业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服务业管理教学课程 在上一讲次我们介绍了服务事务管理 这一讲次我们将介绍第十七章顾客抱怨管理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修平科技大学观光与游记管理系 邓秀玉老师担任本讲次的来宾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修平科技大学观光与游记管理系邓老师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服务的一个抱怨管理的一个程序 本讲次主要有三个重点 第一顾客的抱怨行为 第二顾客抱怨之处理 第三服务保证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节顾客抱怨行为 所谓顾客的抱怨行为是指顾客购买产品或服务之后 感觉不满意之后呢 的情绪所引发的后续行为反应 失误而造成顾客的抱怨的情况的时候呢 如果能够顺利的化解 我们就可以将危机转化为转机 确实能够执行有效的服务补救的策略 那么也就是留住顾客 重新赢得顾客忠诚度的关键时刻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来讨论到底顾客抱怨 他相关的一些议题有哪些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是哪些因素呢 会影响到我们顾客会进行顾客的抱怨 影响顾客抱怨的一些因素呢 我们大致上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探讨 这个部分我们请邓老师为我们大家详细的做说明 好 之所以顾客会产生抱怨呢 其实原因有大概四个 第一个是消费事件的重要性 对于顾客而言 产品跟服务的一个重要性 价格还有消费所需时间 都会影响到抱怨的行为 当产品和服务越来越重要 越不能接受服务失误的一个发生 比如说像公司宴请国外VIP的客户 如果在这中间发生服务失误的问题 相对于一般的公司员工的一个聚餐 势必会对于餐厅主管或服务人员 比较容易提出抱怨 那服务产品的一个价格越高 通常也会提高服务的一个期望 例如说消费者如果是前往如斯奎用餐 那餐点或者是服务人员的态度不佳 通常会对业者提出所谓的抱怨 但是如果相对的在一般的平价牛排 比较不容易引起顾客的一个抱怨 那消费所需的时间越长 也会担心后续容易发生类似的一个负面问题 例如说国外旅游的时间比较长 遭遇所谓的一个服务不满意的时候 还有出国旅游的时间比较久 会比相较于国内的一日游 顾客比较容易提出所谓的抱怨 第二种这个抱怨的原因 可能是知识跟经验 那对于顾客而言 他的一个服务 他对产品服务的一个知识 还有以前购买次数的一个经验 还有他以前抱怨过的一些经验等等 都会影响到顾客抱怨的行为 通常消费次数越多 那消费能力越高 或者是经验越丰富的消费者 对于产品或服务的一般水准 他拥有深刻的一个认识 所以他会比较容易反映 他不满的一个情绪 而先前曾经有抱怨的经验 了解所谓抱怨管道 和抱怨处理程序的一个顾客 在遭遇相同不满意经验的时候 也比较会采取所谓抱怨的一个行为 那第三个因素是寻求赔偿的一个困难度 在寻求赔偿所需的时间跟成本 这部分也会影响到消费者抱怨行为的发生 例如像顾客不满意的时候 他可以在服务现场当场向服务人员抱怨 并且能够获得解决 那顾客自然会选择所谓立即抱怨 这样的一个方式 相反的如果说抱怨的处理程序很繁杂 耗时很久 那顾客觉得麻烦 他就可能比较不会对服务企业提出抱怨 那第四个原因是抱怨成功几率 那顾客在进行所谓抱怨行为之前 对于是否会得到正面的反应 或者是保证的一个结果预期 也会影响到他的抱怨行为 如果顾客认为服务企业不理会 一般民众的声音 那就如同所谓的狗废火车一样 那么就算选择抱怨 那也是没有用 他就会选择放弃 另外根据过期的一些研究的发现 比较会表示不满或抱怨的一个消费者 他在所谓年龄所得和教育程度上 通常是比较年轻 那他的所得是中上 他教育程度也比较高的人 他对于像服务企业表达不满 和抱怨的行动 通常也会比较容易 谢谢邓老师的详细说明 有以上的说明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顾客如果不满意 不一定会抱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说 那如果对一个企业来讲 当一个消费者他选择不向我们企业来做反应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会丧失对这个顾客进行服务补救的一个机会 也会造成顾客的流失 那另外服务企业也没有办法知道 到底我们服务传送系统里面经常发生的失误 它的时间或者是发生在哪一个地方 因而就没有办法立即的补强和改善服务系统 所以因此服务管理者 我们应该正面的看待顾客抱怨的行为 而不应该认为顾客是在找业者的麻烦 因为透露出的一个资讯 它是顾客内心真正的一个想法 将顾客的声音转化为服务改善的一个依据 才能够从顾客的抱怨中找到新的服务商机 接下来那么顾客为什么会抱怨 那抱怨的目的在哪里呢 我们来跟各位同学讨论这个问题 所谓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不好的讯息会比好的讯息传播的速度快十倍 服务企业必须谨慎处理顾客抱怨的问题 因为不满意的顾客往往会对他的亲朋好友 散播负面的口碑 因而影响服务企业的声誉和形象 而在目前网络传播速度非常快速的年代 尤其应该注意社群网站散播讯息的速度 相反的 不满意的客人 他会对我们服务企业的抱怨呢 可能会反而我们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呢 他会感到满意的 也经常会最后成为我们企业的忠实顾客 那么在我们谈论接下来的部分之前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般而言 顾客抱怨是基于哪些的目的呢 这个部分我们请邓老师为我们大家做说明 其实顾客抱怨 其实大概有几个目的 那我们归纳为四个 第一个是获得补偿 许多顾客呢 抱怨是为了弥补他经济上的一些损失 因此呢会寻求道歉 退费 补偿 或者是重新取得服务 那第二个目的呢 其实是为了表达愤怒 为了尊严 或者是出发心中的一个不满意 那顾客呢 也可能透过抱怨来传达他的愤怒跟不满意 那第三个目的呢 是所谓协助改善服务 如果顾客对于该服务企业或者是商品存在着很深的感情 基于爱护这个企业的一个心理 可能透过抱怨来表达真诚的一个建议 希望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抱怨 让顾客能够了解 我是想要让服务企业更完善 让服务品质更加美好这样的一个美意 那第四个抱怨的目的是同理心 许多顾客希望说其他的顾客呢 不会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遭受到跟自己相同的一个遭遇 因此呢他会透过抱怨来避免他人 也可能会碰到相同不愉快的一个经验 谢谢丹老师的详细说明 所以透过以上的说明 我们知道顾客为什么抱怨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 那顾客会抱怨的他的方式是哪些 我们也是根据了过去的学者的整理呢 顾客的抱怨行为 他有一个理论的模式 大致上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层次来看 那么第一个层次 就是我们要看如果服务失误之后 顾客他可能有行为反应 也就是他可能会采取某些的行动 或者是无行为反应 也就是他不采取任何的行动 这两大类 我们可以知道不是所有的顾客 在面临不满意的时候都会抱怨 有些的顾客可能自认倒霉 花钱消灾或者是选择沉默 而某些顾客呢 可能因为过去的抱怨经验是无效的 而只好忍气吞声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层次 也就是如果顾客有行为的反应 那我们还可以再把这个模式呢 区分为他是有公开的行动 或者是私下的行动 其中公开的行动呢 是包括了直接向服务企业或制造厂商 寻求赔偿 对企业或政府机构呢 来进行抱怨 甚至采取法律行动来获得补偿 而私下行动则是包括警告他的亲朋好友 有关这个厂商的问题 或者是抵制服务企业 或者是制造商 另外他们呢 也依据了这个产品的本质 还有重要性的基础 那么也来区分出来 就是说那么这个公开的行动 跟私下的行动 那这个理论模式当中 他就发现了 如果是属于复杂 而且昂贵的产品 例如耐久财 消费者倾向是会采取公开的行动 那也有部分的这个消费者呢 是选择不采取行动 或者是采取私下的行动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理论模式 这是在SIN在1988年所提出来的 这一个理论模式 它是根据了医疗产业 零售业 还有汽车修护业 银行业等呢 研究对象 他也把呢 顾客的抱怨行为区分为三大类 那么第一类呢 是所谓的声音抱怨 是顾客当场向服务企业的服务人员 或者是用电话向客服中心的服务人员 进行抱怨来寻求赔偿 那第二类呢 是私下抱怨 是顾客私下采取的一种抱怨行为 例如决定从此不再上门 或者是向轻袍好友宣传负面口碑 第三类呢 是向第三团体抱怨 是指顾客透过第三团体来提出抱怨的行动 例如向消费者保护团体 或者是政府的相关部门提出抱怨 甚至采取法律诉讼的行动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 不满意的顾客 也可能采取两种以上的行为反应 举例而言 如果一位顾客 他向服务企业抱怨之后 问题没有获得妥事的一个解决 也可能决定从此不再购买服务企业的产品 并且会把这一次不愉快的经验 告诉他的其他的亲朋好友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大概顾客的抱怨的类型 那接下来 那我们又可以将这个抱怨顾客的 依据他的特质来进行分类 那这个也是SING这位学者 他在1990年的研究发现 他是根据了市场的疏离性 社会利益 以及个人规范 还有私下反应 也包括了第三团体等等 不同的面向 分析出四种抱怨顾客的类型的特质 这个部分我们请邓老师为大家做说明 是 所谓的一个顾客的一个抱怨的类型 这边根据学者他的一个整理 总共分为四类 第一个是被动型 那被动型的一个消费者 他的年龄比较轻 对于抱怨的一个态度 抱持比较非正面的一个观点 那对于声音反应 特别没有任何的动机 而在私人行动和第三团体抱怨方面 动机也都低于其他三种类型 因此被动型可说是最不容易 采取任何行动的一个倾向 那第二种类型是发声型 这种类型的一个消费者 他年龄比较长 那对于抱怨的一个态度 抱持正面的一个观点 发声型主要采取对服务业者的一个口头抱怨 以获得应有的一个赔偿 而对于负面口碑的宣传 转换品牌或第三团体的抱怨等行动呢 他比较少采取 那第三种类型是所谓的愤怒型 这类型的一个消费者呢 年纪比较长 对于抱怨的一个态度呢 也是持比较正面的一个观点 愤怒型对于不满的情绪 不单是对服务业者抱怨而已 而且呢 他也会采取转换品牌和负面口碑 以及呢 但是呢 他比较不会采取所谓 对第三团体抱怨的行动 所以跟刚刚第二种类型 有稍微的不同 那第四种类型是所谓的行动型 这类型的消费者年龄比较年轻 对于抱怨的一个态度呢 他持着是非常正面的一个观点 因此呢 行动型的一个消费者 主要采取的是第三 像第三团体的一个抱怨 像新闻媒体 消费者保护团体 或者是政府机构申诉 同时他也会有负面口碑 或者是有品牌的转换行为 可以说是各种类型当中 抱怨行动最积极的一个消费者 谢谢丹老师的详细说明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第二节 顾客抱怨的处理 对于第一线服务员员来说 应该要妥事地处理 顾客抱怨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提出了几个重要的 面对到顾客抱怨 应该怎么处理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个部分我们请邓老师 为大家做详细的说明 那这个在处理所谓 抱怨的一个原则上面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顾客的感受 那在处理顾客抱怨 跟修补顾客的一个关系的第一步 要先肯定顾客的一个感受 让顾客感觉到服务企业 或者是人员呢 能够认同他的情绪反应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原则是 从顾客的角度来看问题 第一线人员必须 以同理心的观点 从顾客的角度来看问题 才能够理解顾客 为什么认为服务 或者是产品出现问题 并不是从自己员工的一个观点 去对他望下一个结论 那第三个处理原则是 快速的行动 如果呢 顾客抱怨是出现在 服务接触过程阶段 那么应该在最快的时间 来处理服务的失误 如果是在抱怨出现的时候 在所谓的购买后的一个阶段 许多服务企业呢 也规定说 应该在24小时内呢 回应顾客的一个抱怨 这样对顾客的抱怨的一个处理呢 是比较有效的 那第四个原则是 不要和顾客争论 处理顾客抱怨的目的呢 是要收集资料和确认事实 并且找出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服务失误解决方案 而不是呢 一直跟顾客争相不下 看到底是谁对谁错 那无论争论是对是错 对顾客而言呢 其实他已经对企业的一个不满意程度已经增加了 那这样呢 只会激怒所谓顾客的一个愤怒上面的一个情绪 让问题处理更为复杂 那第五个原则是 面对问题的一个原因 采取不逃避的一个立场 勇敢地面对服务或者产品问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来处理所谓的抱怨 第六个原则是 相信您的顾客 我们秉持着顾客呢 永远是对的原则 处理顾客的一个抱怨 虽然并非所有的顾客都是可信的 除非服务业者能够证明顾客是错的 否则微小的求偿并不值得拖延处理 最好是能够及时地处理 那第七个原则是 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个步骤 如果服务事务的一个解决方法 不是立即可行 应该清楚地告知服务业者 他准备如何做 以及大约需要花费多少的时间 让客人知道他的一个处理时间 第八 在处理原则上 让顾客知道处理的一个情况 不确定性会带来焦虑感 如果让顾客知道目前的一个处理状况 以及定期收到所谓的处理的进度报告 那么顾客比较能够接受 所谓的一个处理抱怨的一个方式 那第九个原则是 拟定赔偿的一个方案 当顾客面对服务事务的一个抱怨 有时候呢 赔钱或者是重新提供服务 可能比较适当 那也可以减少顾客呢 去采取所谓法律诉讼的一个问题 第十个原则是 坚持努力重新取得顾客的信任 在顾客产生服务挫折以后呢 服务企业应该坚持努力 重新取得顾客信任 与恢复良好的一个顾客关系 那第十一个原则是 减合服务的一个传递系统 藉由顾客抱怨所得知的资讯呢 确认服务失误是属于偶发性 或者是系统性的问题 确实检讨服务传递系统的一个适当性 使服务的一个品质呢 更接近完美 谢谢邓老师的详细说明 在介绍以下的部分之前 我们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三节 服务保证 服务保证是指服务企业 于提供顾客的服务消费过程当中 对于服务品质所做出的承诺 例如许多企业在广告中强调 保证最低价 无效退费 不存砍头 等等的这些的诉求 都是在实物上 我们常见的服务保证的方式 肉顾客在服务传递的过程当中 并未知觉到服务企业所做的 这个承诺的一个服务品质 为了要去降低顾客对服务企业或商品的一些疑虑 服务企业有时会提供服务保证 企业以某种形式给予消费者的一种承诺 这就是服务保证 而服务保证可以明确或者是隐含 用广告或非广告的方式来呈现 而且服务业者提出的保证 它是可以增加顾客的满意度的 所以当然它也可以成为服务企业的竞争优势之一 然而我们要知道并非所有的服务企业 都适合提出服务保证 当服务企业本身的服务品质已经很好了 已经享有很好的商业 并且获得顾客高信赖度 那采取服务保证反而会让我们顾客 让这个混淆 那另外如果服务品质 它是很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 那企业没有办法来掌控这些因素的时候 那么难以维持一定的水准 那这样的企业呢 它其实也不适合提供所谓的服务保证 那么另外呢 那如果顾客他认为服务消费 它是没有风险存在的 即使服务不好 它的损失也不大 或者服务的失误几率也是不高 所以企业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需要提供所谓的服务保证 那另外如果服务企业 它本身服务品质就已经不好 那应该其实呢 应该是要先从改善服务品质着手 而不是急于提供服务保证 我们应该是要等到品质水准已经提高超过的这个品质的一个服务保证的时候 再来提供服务的保证的政策 否则顾客可能会根据这个服务保证来求偿 不但商业会受损 也会造成企业的财务的成本负担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论就是说 那服务保证它到底对企业来讲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服务保证它是可以促进服务业者专注于顾客他想要或预期的一个服务品质 因为服务保证的设定呢 它是很清楚的订定了一些服务的标准 明白告知我的顾客和我的员工 你应该这个为这个服务企业所坚持的哪些的事项 那若是服务的企业必须因为服务失误而给予顾客补偿 会促使服务企业或员工重视这个服务的保证 服务保证它也会促使服务管理者规划一个保证的制度 来根据这个呢来采取行动来回应顾客的需求 另外也可以迫使服务企业分析到底我们服务失误的原因所在 来减少呢顾客这个购买的风险 来建立我们对这个顾客对我们服务企业的一个忠诚度 那接着我们来介绍那服务保证有哪些的类型呢 一般而言服务的保证呢大致可以区分为完全保证和特定保证 这两大部分首先我们介绍所谓的完全保证 完全保证它是强调让顾客百分之百的满意 服务企业若是在服务传递过程当中发生了缺失 让顾客感到不满意 那企业呢就会进行换货或退款的补救行为 过去有许多学者认为其实完全的保证才是最有效的 因为完全保证它是保证的范围是涵盖最广 包含所有这个服务相关的范围和项目 我们举例来说 美国知名的Hampton Inn这个旅馆呢就曾经提出了 这个百分之百的满意保证 我们保证高品质的住宿 亲切有效率的服务 清洁舒适的环境 只要您不是充分满意 就不用付钱 而国内呢其实也有许多类似的一个服务口号 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有人说无效退费 不存砍头 或者是说买贵退差价等 这个都是呢所谓完全保证的类型 接着我们来介绍第二种类型是特定保证 部分学者认为对完全保证 它是持相反的意见 认为完全的保证呢 它的承诺的范围没有被明确 使得顾客呢无从判断这个服务的良好 那么造成没有明确的依据 而要求企业履行承诺 如此呢反而会造成顾客的疑虑 也会降低服务保证制度的一个效果 相对于完全的保证 特定保证它还可以明确的指出 它保证的范围 还有赔的一个内容 对于重视明确度的一个消费者来讲 特定保证其实是相对有效的一个服务保证 举例来说凤凰旅行社它是创先 在业界里面推出了领队满意服务百分百 小费全包的新制度 为了落实这个制度呢 是由领队在行程结束前 将顾客意见调查表给我们旅客填写 相关的意见跟评比 除了了解我们旅客的意见之外呢 我们针对领队的表现 如果未尽如人意的话 平均分数一分到五分 在四分以下的话呢 那么领队的小费呢 将部分作为退费 也确实达到赏罚的一个效果 同时旅行社呢 也会在网站里面公布 这个结果呢 提供顾客参考 接下来我们介绍服务保证的一个设计原则 那这个设计原则呢 大致上有五大原则 第一是无条件限制 第二是容易沟通了解 第三对顾客具有意义 第四容易求偿 第五理赔容易 以上是本讲次的内容 下一讲次我们将介绍第十八章 等候线管理 内容包括等候的意义 等候线的类型 等候心理学 以及等候线管理 欢迎各位同学下回按时收看 再会 谢谢邓老师 谢谢